哈喽哈喽,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相机,然后非常感谢你们在我的店里买相机,然后我们直接来介绍一下吧,这台相机它是索尼的,然后我先给你看一下测写,就是看一下它的一些详细,就是有正常的使用痕迹,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上路, 然后它的型号是WDSCW,然后我介绍前的配件的话,这个电池的话就买这种最普通的AE电池就可以了,然后卡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下,卡的话索尼的相机都是这种卡,就是索尼公司自己出的一种卡,它的名字叫MS卡,Memory Stick,然后我们用的话,我们测试的话, 用这个128MB的进行一个测试,那电池的话就是这个电池,然后我们看一下,它这个电池和卡呢,从这个下面这个地方放进去,然后打开, 转一拉就可以了,然后我们首先把这个卡放进去,可是有不要放反的,放反的话它是按不进去的,就是不用担心,然后电池的话,注意这个电话它会有重还是负的一个标记,然后你注意不要按反的就可以了, 好,这样的话就可以了,然后开机的话我们按这个,Power,按着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镜头是正常摊出的,然后屏幕的话也是很干净的, 我们这个背景是纯白色的,如果说有黑点或者什么的话,阴影的话可以马上看到,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是很正常的,然后我们试一下它的各个按键吧,首先是菜单,上下左右都可以了, 然后说一下这个菜单吧,这些菜单你可能不认识日语,然后我先简单给你介绍一下,然后就是你按这个menu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项目的MOD,MOD的话就是让你设置各种那个照片的拍摄,然后我们调到下面这个,MOD左边这个上面,MOD左边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大菜单,大菜单的话它让你继续按右键的话就会出现下一期菜单,然后的话, 这些是下一期菜单,如果说你日语不好的话,你可以选择英语,这个因为日语的老相机嘛,它大部分都是只有日语和英语的,所以说你当然了你不会的地方也可以问我,你设置两次基本都会的,然后先告诉你一下,这个地方设置语言,然后其他的话其实也大差不大,这个地方有个日期,你可以把它关,切的话就是关的意思,然后你不是想希望照片上显示这个地方, 然后就可以把它打开,然后就可以把它打开,然后我们拍摄试一下吧,上面的话就是有各种模式,什么和其他的照片相机一样,就有很多这种滤镜啊之类的模式,运动模式啊,什么的样子,然后我们用这个最普通的小相机模式试一下, 我们先试一下,闪光灯的话,我们把闪光灯打开了,闪光灯是正常的, 然后我们看一下回看,回看的话就是下面这个相册模式就可以了,哦,相册模式我看到没,这个地方有日期,就是你的照片这个地方,右下角会打上有日期的, 好,然后你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话可以问我,然后我可以在半部拍这个视频来给你介绍一下, 谢谢大家